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求主帮助我们 在这样的日子里面 我们可以靠着神的话语 神给我们的确据 知道我们在这样的光景当中 该怎样的为神活出见证 我们今天要借着罗马书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九节 来思想神给我们怎样的确据 让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您 让我们知道 无论在怎样的光景当中 您的爱总不离开我们 让我们今天借着罗马书的经文 让我们在主的里面 再一次的来思想 神您这样莫大的恩典 求主您自己的圣灵 跟我们每一个人来同在 让我们讲的 听的都同盟建造 祷告 奉主耶稣 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要看的第一点 是讲耶稣恩友 我们会看到 第三十一到三十四节 我也希望大家打开我们手中的圣经 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 我们还看到 经文里说 既是这样 那是哪样呢 我们从英文里面 更清楚的看到 是那一些的事情 是哪些事呢 其实从第五章到第八章 是指到这一切的 在这里面所讲到的福气 保罗在这里面给我们看见 神帮助我们 就是说 神是站在我们这一面的 何以见得 或者证明到呢 我们来看 第三十二节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众人舍了 岂不是也把万物赐给我们呢 我们这里面 看见神儿子耶稣基督 他来到世间 来救赎我们 舍弃他的性命 在这里面 保罗非常吸引我们眼睛的 在他的字里行间里面 用了好几个的问号 当用着问号的时候 就越发的来引发我们思考 来调动我们的大脑 我们的心 让我们设身处地的来思考这许多的问题 也就更多明白神的真理和旨意 岂不 岂不把万物白白的赐给我们吗 这是一个反文句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反文句 所表达的不成真的话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会看到 神把他的爱子给了我们 那他一定也会把万物一同的给我们 那我们这时候就想 这万物 万物是什么呢 这只是那些物质性的 我们生活里所需的 衣食住行的各方面吗 其实这个万物并不局限于物质性的 也 也有我们各种的属灵的福气 我们得到这样大的确具 神把万物都给我们 也就是说 我们是一无所缺的 我们从三节到四节 这样的一个段落里面 会看到更远的 指向将来的我们的身份 在神国度里面的 我们最终在幕后审判时候的 因为我们在这里面 看到关于法庭的字眼 像控告 定罪 代求 这都指向我们将来最终的身份 最终的结局 我们真的知道 当我们知道我们最终的结局 是如何的时候 在神的手里面 哪有把握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担心 今天所发生的这一切 就像大卫 在他年少的时候 去占勇士哥利亚 他其实只捡了五颗光滑的石子 就带上他的甩石鸡拳 其实就是弹弓了 去迎战哥利亚 哥利亚是怎样的一个 勇猛的这样的一个战士 他叫慢叫阵的时候 在以色列的军队前 以色列的士兵们都非常的惧怕 文风丧胆 然而这一个小孩子 就可以去占哥利亚 击杀哥利亚 那时候 大卫是刚刚的被先知 萨摩尔高摩 预定是将来的王 是将来要做以色列王的 我们当然知道 他一定不会死 我们不知道当时大卫确切的想法 会不会像我们今天看到想到的 但确实那个时候呢 大卫也知道自己被高丽 是要做将来的以色列王 在这里我们也真是知道 将来我们在末后的日子里面 无人能控告我们 因为我们是被神拣选的 被神称为义的人 我们想象有一幅图画 关于音信称义 音信称义 对我们 有怎样的功用呢 有祈祷 对我们的生命最终的结局 是怎样作用的呢 我们知道 神是完全的 是圣洁的 断不能接受污秽的人 进入神的国度 这也就是 为什么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来担当我们的罪 用他的血 来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 洁净我们 就像启示录里所说的 他用自己的血 买我们回到神的家 他救赎我们 因为神愿意有一个家 让他的众儿女 可以跟神一起来享受 神一切荣耀的丰富 我们看到这里 这样法庭的智慧 关于控告 关于定罪 都不成立 全然都是因为 耶稣基督 他所为我们做的 我们会看到 在法庭宣判 最后审判的 末后的情况里 我们是完全稳妥的 因为耶稣基督 已为我们 付了代价 刚才我们提到 关于一幅图画 就是中文的 繁体写的 意 仁义的意 就是音信称义的意 这个繁体字 我们会看见 上面是个羊 底下 是我 是我们自己 我们清楚的看见 耶稣基督 在我们 和神之间 做中宝 靠着 他的血 免去 神的愤怒 代赎了 我们的生命 完全是 因为耶稣基督 我们可以 进入 神的国度 就像一个大户人家 平常 是以平常人 是不可以 进去的 他们就会被 在家门口 被拦住 然而 当家主的儿子 出现了 说 这是 我的朋友 可以让他们 进来 我们就是在 这样的光景之下 因为 耶稣基督 认识我们 我们 也认识 耶稣基督 相信他 遵守 他的诫命 成为他的朋友 就被神 接纳成为 神家里的儿女 感谢神 当我们看见 我们在 末后的 光景里面 我们不被定罪 没有人可以 控告我们 就是那恶者 常常在神 面前 控告的 都无效 所以 我们有着 这样大的 确据 就是因为 我们是 耶稣的 朋友 也是他的 仆人 我们在 这世上 要来服侍他 要来完成 耶稣基督 所教给我们的 在这世上 所要完成的 托付 和使命 我们感谢神 因着这样 我们有 耶稣基督 成为我们的 元帅 成为我们的 主 我们可以有 这样的 确据 将来 不被定罪 文文妥妥 成为 神所爱的 儿女 下面 我们也 看 第二点 这个 法庭的 场景 要扩展到 更具体的 关于 人性 以及 关系的 层面上面 就是 我们要 讲的 第二点 不隔绝的 爱 永不隔绝的 爱 是从 35节 到39节 这里的 35节 到39节 讲到 那不隔绝的 爱 谁能使我们 与基督的 爱隔绝呢 神的爱 就我们 讲到 基督的爱 因为我们 刚刚的 34节里面 讲完 耶稣基督 为我们 所做的 所成就的 所以我们 很自然的 就讲到 耶稣基督的 爱 他为我们 复活 坐在 神的 右边 这里面 讲到 我们 要切实的 讲到 我们 跟基督 之间的 关系 我们 怎么样 承受 耶稣基督的 爱 也许 我们 做了 许多年 基督徒的 好像 如今 也不乏其人 对于 基督的爱 好像并不能够 讲得很清楚 也不能够 很具体的 感受 反倒是 我们 讲到 朋友的 爱 家人 如配偶 儿女 这样的爱 反倒更能够 切实的 感受 那神的爱 是什么呢 如果 你们其中 有一个 弟兄姊妹 来回答 你怎么样 感受 耶稣基督的爱 你是怎么样 来回答呢 圣经里 耶稣自己说 在 约翰福音 十五章 讲到 人为 朋友 舍命 人的爱 没有比这个 更大的 里面 讲到 耶稣基督 为 世人 就是为那一切 相信他的 愿意跟随他的 来舍命 这是在 耶稣上十字架之前 所这样 跟他的 门徒们 讲的 我们也 更熟悉 在 约翰福音的 三章十六节 神爱 世人 甚至 将他的 独生子 赐给 他们 叫一切 信他的 不致 灭亡 反得 永生 我们又看到 这个爱 也是 关于 舍命 神的 儿子 为 世人 舍命 而在 罗马 罗马书的 五章 七到八节 更直白的 这样告诉我们 为 一人死 是 少有的 为 人人死 或者 有 敢做的 唯有基督 还在我们 在我们 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 就在此 向我们 显明了 神的爱 就在此 向我们 显明了 我想我们 足以 听清楚 这里面 讲到的 神的爱 神的爱 就向我们 显明了 因为 神的儿子 他为我们 设了 他的 性 设了他的 性命 我们 还 忽疑 神 是否 爱我们 吗 耶稣也说 我 爱 你们 像 父 爱 我 一样 我们 可能 每个人 对于 爱 有不同的 答案 关于 对爱 的 需要 也是 我的感受 不同 就是我的 儿子 也常常 问我 妈妈 你爱我吧 你怎么样 来描述 对爱的 感受 和爱的 需要呢 也许 有人说 我意志 坚强 我工作 很忙 有各种 各样的事情 占据 我的时间 占据 我的生命 我 我好像 没太 多的时间 去思考 也不太 需要 而也有人 说 生命 苦短 人生 苦短 没有爱 难以 活下去 这里 这里所体会到的 是一种需要 或者也是被 需要 有一个大学生 描述他对爱的一点感受 他说 我去大学 报道 我去大学报道那天 妈妈帮我把携带的东西拿进寝室 我送妈妈到校门 看着妈妈离去的背影 我忽然感到无比的思念他 回到秦始和社友聊天 我妈妈在微信上给我发了一个不开心的表情包 问我说 你干什么呢 还需要什么吗 很简单 平常的一句话 可是 那一瞬间 我知道 自己被爱 被爱得坚定 不迟疑 就像是 忽然 一束光 打到我身上 哪怕 周围漆黑 我也 不害怕 爱就是这样 一种 蕴藏在 心中的 一般人都能感受 体会的最严实的感情 一种情感 就算在 为处境再艰难 只要 知道有人 始终不移 坚定的爱你 支持了你 冰冷的心 也会变得 柔软 温暖 你会忍不住的 让自己 做得更好 更配得上 你所得到的 那份爱 我们个人 尽管对爱的感受 种种不同 但是我们的确是一个被造的生命 在世间我们就对爱有需求 特别是在我们失败的时候 在我们寂寞 孤寂的时候 我们知道 人微小 人软弱 没有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不经受挫折 不经受困难 不经受心灵的寂寞和无助 在这个时候 爱就对我们更加的重要 人的一生 我们知道 人一定是不能够胜天 因为神也不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就像我们在当下 这许多的困难中 神是让我们看见自己是多得多么的渺小 神不愿意我们偏行几路走向灭亡 我们在这一切的困难当中 就是在今天的疫情当中 我们看见人的渺小 看见人的罪 让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以舍命的爱来爱我们 以圣父爱圣子的爱来爱我们 让我们心中得到何等大的安慰 何等大的震撼 让我们知道 我们在任何的时候 就都不灰心 不沮丧 我们感谢神 让我们思想到 神这样大的爱的时候 我们更知道 自己要悔改 我们来到神的大家庭当中 被神来建造 成为那有永恒生命的心造的人 来感受神那永不隔绝的爱 就是神大家听清楚 那永不隔绝的爱的意思 是任何的患难困苦都不表明神不爱我们 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 我们好多我们要做的事情做不了了 这世界所发生的一切的变化 可能让我们有一些的担忧 前些天 我听朋友说 我们附近生意非常红火的汤店 就是Superlantation 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汤 很多人都喜欢去那面光顾这个店 而这个店呢 好像一年四季 客人都是排长龙一般 而我们知道 听到前几天听到的 这个店关门了 是永久性的关门 你会不会感到非常的惊讶 震惊 这么生意好的店竟然关门了 我们也能够预测到 这之后世界的产业链 各种各样都会有大改变 我们预备好去面对新变化了吗 我们不知道 然而我们会看见 保罗在这里写的一切的患难 困苦 逼迫 饥饿 赤身露体 危险 都见 在这里面同样的提到 这些 这些困难的时候 都是以 问号形式来出现 为了是在我们的心里 可以停留的时间 更长一点 让我们更 我们的心更深一度的 去跟这些词汇来撞击 让我们来思考 他们会对我们的生命产生什么影响 他们会让基督的爱与我们隔绝吗 我们会以为在这些的景况里面 神就不爱我们了吗 我们感谢神 神给我们确许 不 神的爱 永不与我们隔绝 他永远爱我们 让我们可以单单的仰望神 并不致失望 并不致羞愧 在这 保罗所列的 里面最后的一项 是刀剑 代表的 也就是死亡 除了这一项之外 其他的各项 我们在 哥林多后书 也都可以找得到 我们就 不来做一一的分析 我们特别的 看到 关于这个刀剑 代表死 也不能够隔绝保罗 与基督的爱 我们也真的是知道 保罗在罗马被砍头 为神来殉道 我们看见 这里面 第36节就讲 就讲到 这是从诗篇的44节 引过来的 根据这一节 加尔文曾经有话这样说 信徒可以这样的 不合理的受困苦 你不要以为吃惊 你不要以为稀奇 这本不是一件新鲜事 这也让我们得到安慰 因为就连保罗这样一位爱主的 主所重用的使徒 在他一切的日子里面 也是经受着许多的艰难困苦 为什么如此呢 就是今天 在今天 我们也经受着许多的各样的困苦 为什么呢 难道顺顺利利不好吗 我们是这样想吗 我们是想说一切顺利多好吗 当然 我们都想顺利的日子 然而我们知道 困苦在人成长过程中的功用 而且 我们知道 在以佛所书六章的十二节 我们知道 我们扔在地上有征战 而且这征战不是与输血气的征战 乃是与输灵气的恶魔征战 我们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面 都是跟着耶稣基督的脚踪行 因为我们是他的跟随者 他在神里面是那初熟的果子 他死了又复活了 我们也要这样跟着他 死了要复活 复活的永远的生命 我们这样跟着他 我们的生命也要越来越活出 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在世上受了苦难 我们同样在这世上 耶稣说 你们在世上有苦难 但是 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而且 耶稣说 他已经胜了 完全的在这一切的上面 完全的得胜了 我们知道 这个完全的得胜 是个完成时 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 是他做的 我们靠着耶稣基督 我们让耶稣基督来为我们征战 因为他本是我们的大元帅 我们只需跟定我们的元帅 我们实在知道 其实就像圣经上所说 为我们征战的乃是神 我们这样一来 靠着神一定是得胜有余的 这一段 三十一到三十九节 有个上文 里面讲到说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 万事 这里又讲到万事 刚才我们听到万物 这里面讲到万事 都要让爱神的人得益处 的祝福 那么 这个万事 是不是也包括 那些患难 那些困苦 那些逼迫呢 当然是 我们马上就想到 圣经里面的例子 约瑟被他的兄长迫害 被卖到埃及 他在埃及 又被斯蒂凡的妻子陷害 被吓到监里 然而 在这一切的过程中 神与他同在 我们也看到约瑟 是敬畏神 顺服神 依靠神 神赐福他 以至于他成为埃及的宰相 借着天下那七个丰收年 七个荒年 约瑟的富家来到埃及 他们全家可以团圆 也使他们全家的生命 在荒年里面得以保全 我们在新约里面 也看见 在使徒行传中 保罗和希腊 被打了棍子 关到监里 我们 若是 那个景况 若是我们自己 我们会抱怨吗 我们会 弃绝神吗 就像今天 我们 有抱怨 这个疫情吗 我们看见 在使徒行传中 在这样的 被棍子打 下在肩里面 保罗和希腊 却是 在半夜里面 祷告 唱诗赞美神 众囚徒 都听他们的祷告 都听他们的诗歌 在这样的时候 在他们赞美 在了一切困苦当中 艰难当中 受屈辱当中 他们还这样赞美的时候 圣经说 忽然地大震动 甚至监牢的地基 都摇动了 监门打开 囚犯的锈 团犯的锁铁都送开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 狱族的全家 都归耶稣 来认识神 来转向神 他们的全家 都蒙恩 得救 我们看见在这一切的艰难中 我们若坚定的依靠神 知道神也会使用这些艰难 在主耶稣再来的日子之前 魔鬼就是那与神作对的 知道自己的日子短少了 就要吞吃更多的人 我们要按照神的带领 跟随神 在地上我们做神光明的儿女 为的是就如在 哥林多后书十章五节所说的 要将各样的计谋 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知识 一概攻破 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 使他们都顺服基督 这是神儿女 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 在耶稣基督面前所承担的使命 我们感谢神 我们真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 因信耶稣基督就被称义 就有圣灵宝贵师赐给我们 让我们在这世上不孤单 神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 我们看见 我们在天上要有那永远的冠冕 因为我们是神宝贵的孩子 有他永不隔绝的爱 而这样的爱也要带着我们 在这世上让我们可以回应神的爱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这样的却具 我们在世为人 是神光明的儿女 神爱我们 我们自己也要知道 怎样的在这样的爱里面 来回应神的爱 来活出我们的爱 我们在神里面 我们保守自己在神的爱里面 我们就可以因着充满我们生命的爱 我们可以去爱神 来回应神 也可以去爱人 爱神让我们去爱的人 让我们思考到 我们若不在神的爱里面 我们的生命就不能够活出来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永不隔绝的神的爱里面 让我们做出我们的回应 好让我们这样有神爱的浇灌的时候 我们可以爱神 爱人 在这个地上成为神荣耀的见证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您 借着罗马书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九节 主您再一次的让我们看到 神你已经称我们唯一了 就是称一切相信耶稣基督 愿意跟随主 愿意遵守神一切的教导 成为爱神的人 主啊 我们有那稳妥的 稳妥的地位 从今天一直到永恒 主我们感谢您 您也告诉我们 主啊 您以那永不隔绝的爱爱我们 虽然我们在这世间 经受各样的困难 那不表明您不爱我们 您乃是要用这些的苦难 好历练我们 使我们成为更刚强 在我们一切软弱的当中的时候 主您自己要在我们的软弱当中成为刚强 我们什么时候软弱 我们什么时候 因为依靠您就刚强了 主我们感谢您 让我们知道我们有这样的确据的时候 越发的要把我们的生命活在您的里面 也让耶稣基督因信住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这样的连结的时候 让我们可以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 让我们这微小的生命能够彰显您的荣耀 这样来给您使用的时候 主啊 求您在我们这微小的生命上面 能够成就您的大事 主啊 我们感谢赞美您 这样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